古神巴菲特与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联名投书华尔街日报 呼吁上市公司停止发布美季的财务预测 理由是这个举动会损害长期投资与经济 两人在文章中写道 对国家政策和企业来说 有效的长期策略是经济成长与就业创造的驱动力 我们敦促所有上市公司考虑抛弃美季提供美股盈余指导的做法 因为美季盈余预测重视短期获利 反而牺牲企业长期策略成长和永续性 巴菲特与戴蒙名列金融业最具影响力的领袖 两人表示透露猜测数字会影响管理层的决策 因为企业有可能会为了达到财测数字目标 而迟疑于科技雇员以及研发的支出 巴菲特强调财务和营运资讯透明 是公开市场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应该针对各个企业的特性而定 上市公司应该为长期繁荣而管理 而不是满足最新的预测 戴蒙一直对财报过多的揭露事项以及短视不满 摩根大通二月的投资人会议 他就要求企业停止提供财测 强调获利本来就难以预测 会诱使企业美化数字 不过也有反对意见表示 巴菲特搞错了一件事 公司的短期压力其实是来自于管理高层 股东之所以需要财报 正是因为对公司的参与太少 投资人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权利 而并非指导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 整理包包 音乐 界电视新闻Mind